我本以为休斯敦火箭头炮球星约及其二代目阿尔佩伦森精 在受伤以后火箭将会一路难争 可没想到绝世天才杰伦格林 他竟然带领球队继续被罚 今天客场大圣华盛顿奇差以后 火箭目前已是好取六连胜 与联盟第一的卡尔特人并列为目前连胜场次最多的球队 你问我什么感觉 说真的我是懵逼的 差不多相当于我向刘亦菲发出约会申请 他直接穿上婚纱要与我洞房 过于离谱 以至于不像真的 但事实就是如此 从他们三月九日开始 火箭再也没有输过球 并且期间连国王骑士这样的强队 也是照样斩杀 杰伦格林近期的表现真正应了上桥下克的威名 撒入内线 恍落一头猛虎根本无可主打 今天打七柴 在保留冲框威胁的同时 投篮手感也是相当逆天 并且和严重依赖移动长城的体系明珠史蒂芬不同 杰伦格林的很多投篮 都是赢着人抢投 可即便如此也是嗷嗷狂进 今天在三分线外出手13次 整整进了七季三分 要想昨日体系明珠打尼克斯 外事也是投了13个 结果只进了4个 移动长城也救不了他雷若的身体 所以三分线火力全开的麦克尔乔丹 那是什么样子 四个大字 天下无敌 而这也便是今天的杰伦格林 全场21头12中 砍下4次2分死板三助攻的狂暴数据 同时防守端还有一场乱一盖帽 于四处露人被尼克斯四个后卫 在头上整整砍下91分的体系明珠 有着本质的区别 你问我为什么今天还提这茬 因为有人不放过我 又把我给举报了 这茬我不仅现在要提 而且今天我要整整的提一天 回到爵士天台杰伦格林 他的队友也个个都是顶尖的天才 攻防一体的高炮台 甲巴雷斯密斯 本场比赛也是13中期 砍一下18分14板的大号两双 今年的四号是有阿门汤姆森 更是12头10中 几乎弹无虚发的表现 砍一下25分10板两助攻 穿着六条半四分酷打球 其如同蛮牛一般的身体素质 杀入内线根本完全无法阻挡 一场在奇展内线进了9个球 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可即便如此狂暴的火箭 也不过只是半支球队的战力 桑冰席上的森京亚当斯 一身汇特莫尔如果归来 战力还能再翻一倍 六连胜以后 火箭距离西部第10的勇士 只差区区2.5个胜场 旧金三的哥哥 不要以为你的副加赛稳了